北京調天宮 今天是日本花大樓 基本第七次好心中標榮點內 婚認館北京客 人民關懷協會 在全婚認館邀請了19位董哥 主題接受標榮 每一董哥 背後都有數人感動的故事 也同一個掛檔 跟大家來做分享 做回來提供友好的觀念 今天他在北京調天宮的文化大樓 基本上第七次好心中的標榮花東 邀請到19位的小朋友來接受觀眾 每一位小朋友的背後 有一個感人的故事來到現場的來賓分享 小恩 五小一年級 很小的時候媽媽就死 後來就是因為爸爸爸爸又要洗腎 然後他不但要陪著爸爸去看病 還要騎腳踏車去幫爸爸買午餐 買晚餐對不對 我小一年級的孩子這麼小 對我承擔這樣的一個家籍 我內心非常非常的不捨 北京客人文關懷協會會長的表示 好心中每兩年都來舉辦一次 今年的班長一起是第七次 也感謝各界神心人數的到三天 我們孝心獎的活動歷經 已經從第一屆到第七屆 每兩年舉辦一次歷經了十四年 從第一屆開始 就我們張立善委員 一直在從旁協助我們 協助我們舉辦各項活動 我們也非常感謝委員 這一路以來都委員的幫忙 所以我們這個活動才能進行如此順遂 然後也可以幫助了這些 雲林縣各國中小子也有貧困 具有孝心、孝行行為的這些孝童 所以在此我們要再大力的感謝 我們張立善委員 還有我們社會地方各界的 幫忙的相關人士 北海洋調天宮當孝頂部創英敵 也來到現場很豪華的董事 並且感謝北海洋人文關懷協會 所基板的好心獎華董 謝謝我們兩個人 我們民關係的社會 民情人 我們是客馬祖部 也很無愛心 也很無愛心 給我們所有的小朋友 只是需要我們的家庭 都會當這段 我們就做出兵的愛心 這次的好心獎華董 有請到二十九尾的董事 像台女獎 並且跟大家分享她的故事 现定的气氛是非常感动 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活动 来促进家庭的互害 和提唱友好的观念 既然感谢彩虹报道